不穿内衣的女飞行员驾驶阿塔奇 对着山上的武装设计 2018年8月2日 阿联酋雇佣军铁头小队接到消息 诺塔附近有个家庭急需帮助 小队热情送上急需物资 看着玩耍的小孩 几个月没有回家的黑弹 想起了自己的家人 MATVRAP装甲巡逻车 在峡谷之间快速行进 突然 一个红衣光头男挡住了他们的去 M240 7.62毫米重机枪 立刻就瞄准对方 只见他握了一下刀 一发RPG就从侧面袭来 20毫米复合装甲沉温地挡住了这一攻击 战车迅速后退并向总部请求支援 M240机枪对着山上的敌人不停地散射 无幸的是 战车倒入到一堆乱石中 身背三级包的武装分子手持步枪 朝他们不断散射 但无奈在这乱石淋漓的狭火 六缸柴油发动机1100引游举也无可能 厚重的甲板挡住了子弹的攻击 突然 敌人扛起一把RPG再次射出 车顶的M240机枪瞬间爆发 后面增援的武装车遭到淋漠 面对敌人的埋伏他们只能紧急倒车 紧接着第二发RPG又射了火 坚硬的外壳被打得直冒面 两辆MATV武装战车陷入了重围之者 增援的武装车挂上道 猛踩油门 不料战车后轮一脚踩到了地雷上 强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失去了控制 再次陷入了困境 总部的46辆救援车队迅速出发 在峡谷内穿梭 被困的战车冒着滚滚 密集的子弹打在钢板上啪啪坐下 远处还有狙击手随时等待他们开门的一刻 武装分子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 小灵通也失去了信号 不幸中的万幸 就是可遥控的重机枪还能对武装分子展开 救援部队如果不能及时赶快 这几个人可能都要命丧死 这时又一枚RGP射了过来 战车遭到了重伤 重机枪也失去了作用 救援部队加快了不少 无人机也在上空打来 外面的敌军进攻越来越猛烈 光头难指挥一名武装分子 又是一发RPG 战士摸摸自己的身体还好没有大碍 可他不知道又一枚RPG再次射来 一名战士受伤鲜血直标 此时前来支援的部队已经到峡谷外 他们害怕前方有地雷 不敢贸然前进 而武装分子借机埋起了地雷 就等他们往里面钻了 正在这时 遭受重创的装甲车凭着一几只利开了出来 正在大伙上前救援的时候 光头看到这群装甲车会议的笑脸一下 数枚迈击炮对着车群狂轰乱炸 支援部队不明敌情 只好紧急倒车快速撤退 总部下达命令 被困人员情况危急 支援部队必须立刻前往救援 不能再等了 每一秒的延迟队员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队长只好单枪提马冲进敌意 司机踩足了油门 朝着峡谷内冲去 两边的敌军也迅速调整炮口 做好战斗准备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会解救被困的战友 队长冒着大无畏的精神通静霞 司机开得十分谨慎 突然一枚炮弹在他们车前爆炸 30毫米厚的钢桨 扛过了这一重机 随后M240 7.62毫米重机枪 对着山头的DL5被阻挡 这群不要命的匪备 再次装弹 对着队长的战车猛烈炮击 队长突然叫停了突进命令 迅速改成侦察攻击模式 车辆在炮弹的攻击下急使 这时总部派出 阿帕奇DL645装直升机 前去进行攻击支援 任务过于紧急 飞行员小美内衣也没来得穿 就开始出任务 此时 被困的车辆再次遭受火力抵击 看来不想把车里的人整死 他们是善不罢休的 武装分子敲打着车门 威逼里面的人束手就起了 这些人实在是嚣张跋扈 看不下去的铁弹推开车门 对着冲过来的敌人猛烈开火 远处的狙击手早就等待着一会儿 扣下扳机一枪射了 铁弹吓得摸了摸他 还好头上没有动力 面对周围的冷枪按捡 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坐在车里等待救命 如果认为躲在车里就没事了 那就大错特错了 武装分子在缺口处放肚 烟熏了起来 没一会四人都被熏得昏头转下 看到队友受到如此的惩 峡谷外的援军再也看不下去了 两辆武装车开始向峡谷内突袭 但这一切早被高处的 武装分子看得一清二楚 被困车辆的人开始不久 打开车窗迅速攻击 边打边拽着受伤的队员 躲避敌人的攻击 幸运的是 浓烟也遮挡了狙击手的视野 救援的两辆车再次冒着 枪林弹雨闯击下 他们沿途遭到了敌军的狼烈阻击 但是顾不上与敌交战 司机只管踩足了油门向前投 接近目标后 前车挥手示意 Max Low六轮装甲抢救车先行 他们在后面掩 可下一秒抢救车就压上了地 这么强烈的爆炸 也只是炸掉了油车的 体操肉后的装甲再次救了 面对嗜血成性的武装奋斗 他们必须立刻装好弹架 最后一秒躲开狙击手的设计 然后遥控M240 7.62毫米重机枪展开自己 武装直升机终于打过 他瞄准炮兵阵地就是一座武力 瞬间将其消灭 阿卡奇再次转 逃着山谷的高地进行猛烈开 武装分子的火力顿势遭到压制 铁弹手持步枪冲出来 也参加了战斗 无料被远处的狙击手击中右领 车顶的重机枪迅速 对高处的狙击手展开火力压制 战友跳出战车进行救援 六轮抢救车的人也想出来 但是被敌人打的门都打开 光头难扛起而僻局 瞄准直升机就要发射 但是没穿内衣的娘们太好了 猛烈的火力打击 轻松躲掉几枚 RPG对着阵敌发射 直到打完所有弹药开始了 各种小队也展开了自救行动 他们操控的重机枪 不间断地向山头猛烈伞手 地面部队又派出 多支救援力量前去支援 接下来 他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光头难扛起RPG对准不穿内衣的女飞行运势 可女飞行员技术太溜了 火过了攻击 对着地面目标猛烈轰炸 打完了所有弹药调转方向离开的阵 没有了空中打击 武装分子又开始活跃起来 搬着整箱的地雷来到路中间进行掩埃 无人机侦查到了这一幕 想把情况告诉前去增援的车辆 可能是由于高山的阻挡 或是之前轰炸导致通讯设备的损坏 增援人员只是听到滋滋喳喳的电流声 沿路都是不停射击的武装分子 看到救援车队的 被困的队员看到了希望 突然走在前面的装甲车 一脚踩到了地雷上 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紧接着第二辆尾压了上去 两台战车瞬间被炸成了废体 看到前来解救自己的战友 遭到了同样的恶语 队员的信心又跌落到万丈深渊 指挥官通过无人机看到了这一幕 他迅速做出反应 再次派出部队进行攻击 MATVRAP装甲车凭借20毫米复合装甲 挡住了恐怖分子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车顶的M240 7.62毫米重机枪 让别人也不敢行 队长发现道路两侧应该没有壁垒 应该可以展开攻击 只要冲进峡谷就有机会 沿路利用强大的火力快速不息息 让被困的队员迅速抢占了 然后剩余的车队全力不及 争取做到全面压制 弹药就像雨点般的落下 面对这么多的重火力 武装分子的战术被突破 只能往高处转移 在轻重武器的火力掩护下 成功救出了第一批被困的战士 铁头看到山头还想换机 迅速调转枪头对着山顶一顿防射 瞬间摧毁了敌人的迫击炮阵 这时第二组被困战友也成功获取 他们赶紧上车快速逃离 不料刚走不远 一脚又踩在了地雷上燃起了熊声大火 这时队长也一脸无奈 一场救援战声声打成了阻击战 这时在光头的指挥下 RBG让重机枪瞬间爆灯 其余的车辆还在压制敌人的火 躲在石头后面的队友发出手势 队长下令释放烟雾弹 峡谷里烟雾弥漫 车上的人员迅速下车 利用背径和战术射杀着武装分子 释放的烟雾也让狙击手也失去了视野 反应过来的光头带着水下冲了回来 但小队怎么会让你靠近 其中一名队员爬上陡坡 绕到了狙击手的背后 就在他要下手的时候 武装分子一个个倒下 看着撤离的小队 光头的手下已经重盘清明 但是他自己心用不甘 跑过来射出了所有的子弹 直到看到最后一个队员上车 紧接着F16投下一片炸弹 整个峡谷瞬间就变成一片火 四十几辆装甲车最后回去的也只剩下了六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大海观影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扶行